巴黎島正在舉辦國際使用射擊比賽 但日前卻有中國隊選手 在比賽開幕式上搶奪台灣國旗 主辦單位調查後 宣布取消該名中國選手的參賽資格 台灣選手陳品佑 PO出台灣國旗的照片 寫下今天依舊安然飄揚 雖然最後國旗有被他奪回來 但在俗稱IPSC的國際使用射擊比賽 首度發生奪旗糾紛引發眾怒 主辦方考量後宣布 中國選手取消資格 原因是在開幕典禮 故意摘下台灣國旗 使這項運動名譽掃地 不符合體育精神 畢竟光是今年在國際實用射擊賽 中國隊不只搶國旗 還曾對台灣裁判出言不遜 主辦單位出手取消參賽資格 實無前例 就是為了呼籲中國的運動員 要禁忌運動家精神 三立新聞 主委大陸會山高雄報導 大陸會山高雄報導 臨時的目標 感谢观看